互飛登船艷槍 台飛經互派調查團 菲律賓公務船槍殺我漁民紅獅城事件 台灣先前派遣調查團到菲律賓 被裝傻拒絕 這次總算達成共識 法務部昨天證實 台飛外交部門以談妥司法互助程序 將在符合司法互助 互惠平等的前提下進行合作調查 雙方今天互派8人調查團 調查對方握有的人證物證各實項 非方同意我方調查團登船艷槍 檢視筆錄 航程記錄和事發錄影資料等 並協助詢問11名涉案人員 非方人員將看艷尸解剖報告和引帶 並隨同我方人員登船進行檢驗 到刑事局做彈道檢驗等調查 若雙方願意進一步互助 調查範圍不排除擴增 此惹洪石成大女兒洪子倩 昨天對此淡淡表示 對調查團拭目以待 期盼調查水落石出 還原事情真相 We love Taiwan 我們愛台灣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顏長壽 和雲門五級創辦人林懷銘等人 昨天則發起友善台灣活動 讓來台工作的飛牢 在北市府中公園露天音樂台 講出愛台灣的心聲 我覺得台灣也是很善良的人 眾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 Q&ħ Q&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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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PEA